大家好 欢迎来到香光专业生活场 我是蚕子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练习 这个练习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练习 我们要练习的是正念行走 所谓的正念 是充分觉察当下所发生的一切 不管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们都不批判它 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觉察它 正念呢 最主要是要培养我们身心的节肢 让我们能够活在此时此地 而且呢 透过正念的训练 我们希望我们培养足够的专注力 跟觉知力 能够让我们看到宇宙的真相 就是无常活过 今天我们要做三菱形象 所以我们要练习的是行禅 行禅呢 最主要是要注意每一个脚步 我们每一个脚步的提起 向前移动 放下 这个步骤看起来虽然很简单 可是有可能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 我们会分心 特别是当我们走在山林间的时候 我们要走的路 有大石头 小石头 有平坦的 也有呢 高高低低平的 不管这个路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都全神贯注 注意我们的脚底 以及我们脚的动作 提起前移放下 提起前移放下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走慢一点 我们呢 要注意脚底 从脚裸到脚趾的每一个部分 碰触到地面时的感觉 专心在脚底的觉受上 注意我们行走的时候 身体是怎么样移动的 我们的手背是如何来回摆动的 同时呢 注意到当我们走在平路上 或者是大石头 小石头上 我们脚步的觉受 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我们不需要去分辨 这是好走的 不好走的 我们只需要清清楚楚的去觉知到我们脚底的觉受 因为山路平坦有十指 没十指时产生的不同觉受 如果在过程中我们的心跑掉了 我们呢 只需要去觉察它 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心跑掉了 然后就温柔的再把它拉回来 专注在我们的脚底上 好 这个是我们的心念行长的开始 现在呢 请大家先站立哈 我们深呼吸三口气 深呼吸三口清净的空气 而且呢 花一点点时间来感受我们全身的感觉 感觉到我们身体 感觉到我们身体 我们的脚和地面接触的感觉 也去注意一下 我们的四周都有哪一些的景象 细细味道 好 现在开始 身体的重量移到我们的右脚 身体的重量移到我们的左脚 开始提起右脚 向前移 然后放下 专注的在我们的行走上 注意我们提起脚的提提脚 向前移 脚放下 脚接触地面的觉受 好 我们呢 这一路都是直语的 一直等到我们走到山林的尽头 我们才开始呢 走回来 好 现在开始 大家可以重复的把刚才所说过的步骤 多练习几遍 也可以在所行走的身境里面 用同样的方式多做几次 练习到你觉得你自己想要停止下来了 那就可以停止下来 最后可以静止一下 把心安静下来 带回到自己的呼吸上 同时观察一下自己身心的觉受 让你自己的心就暂时停留在这个平静 安详跟专注的里面 静一下 最后祝福自己有美好 平安吉祥的一天 也可以扩大 把这样平静安详的感觉 回向给我们的家人 亲朋好友 还有所有 社会上乃至世界上一切的人 愿他们也都能够平静安详 愿他们也都能够平静安详 我们下一周见 我们下一周见 请不吝点赞